第二章,人类对上帝的认识 第一部分,人的有限性 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 但是上帝又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 人是上帝创造的杰作,是属于物质世界的 但是人的灵却可以与上帝相同 人的悟性告诉人,在物质世界以外 必定有一位创造者存在 但是呢,对上帝的认识却是有限的 从其量呢,就是认识上帝很伟大 而无法认识到上帝的属性 神愿意他造的人都认识他 愿意看到按照自己的形象被造的人荣耀他 与他沟通,建立个人化的关系 为了让人认识自己 神通过了各种方法把他自己启示给人 如果不是神把自己启示给人 人就永远没有办法认识上帝 因为物质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跑到这个超物质的世界里面去理解超物质世界的事 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感谢神啊,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能够接受上帝启示的这种能力赐给了人 让人能够通过理性和信心接受神的启示 从而认识神的各种属性和作为 但是必须指出啊 神的事,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 相反的 也就是说 神的事情还有一些是人不能知道的 那就没有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并不是说神不想告诉我们 很可能是因为人的理解能力也有限 圣经当中有一些关于神的事情 没有完全显明给人 有些灵界的事情就没有非常明确的交代给人 至于神为什么没有向人完全显明这一切事 很可能是人的能力有限 另外呢 也可能人呢 没有这个必要知道这些 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必修坏的不能承受不修坏的 也是因为时候没有到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九节这样说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比归无有了 格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 又说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知道 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说 肉体 血肉之体 不能承受神的果 必修坏的 不能承受不修坏的 让我们从物质世界 来打个比方 来描述人所能理解的有限性 比如说我们生活在三维空间当中 三维空间就是长宽高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有一定的体积 如果再加上时间 就可以来描述一个物体所在的位置和动态 比如说一架飞机 在天空上飞 地面的雷达 就可以通过雷达波 探测到飞机的大小 速度 飞行的方向 以及所在的位置 如果再加上一个时间 再加上一个空间 比如说时间 假如说时间呢 不是一个一条线 而是一个平面 当然这个需要有一些想象力 从数学上来讲是没有问题的 但人呢 想象 人的头脑就很难想象 怎么呢 怎么样用时间来描述这架飞机的位置 神是个灵 是在超时空的领域里面 人有限的头脑 根本就无法想象超时空领域当中的灵界的事情 因此呢 如果不是神把自己启示给人 人就永远没有办法了解神 认识神和他的属性 也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作为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就是从数学的角度 领悟到了 并且坚信上帝的存在 但是能够理解爱因斯坦的人 毕竟是极少数 圣经也用三层天 来描述神的领域 这个三层天啊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很抽象 那怎么叫一层 两层 三层 三层是从哪开始算 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呢 所以这个三层呢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并不等于说它不存在 这绝不是数学上的概念 显然是在讲一个超时空的领域 要深刻的认识神的属性和位格 就必须借着圣经才能明白 这是爱因斯坦 无法用他的头脑和数学来证明的事情 可以这么说吧 爱因斯坦这位大科学家和上帝和造卫主是擦肩而过的 当犹太人的老师们 也就是拉比了 来恭喜他 哎呀 你从数学来解释神的存在的时候 还不得了了 是吧 一个伟大的发现 并且向他介绍神属性的时候 他就拒绝承认神是有位格的 也不承认神可以和人发生关系 这是为什么 因为爱因斯坦那个说还没有办法用数学来证明神的属性 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 爱因斯坦是个有神论者 但是他没有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 没有和神发生生命的关系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 我们留意啊 这个个字本来没有 是后来加的 神是灵 人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用自己的逻辑和伦理去解释神的作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太有限了 我打个不完全的比方吧 一个小鸟啊 没有办法理解人的事 曾经啊 有一个人在大冷天的冬天是太阳黄昏的 天已经黑了 擦盒的时间呢 很冷 外边下着大雪 有个小麻雀啊 在他窗户外边 他以为是有人敲门的 开开门看看 一个人没有 什么声音 哦 一看在窗户外边 有个小麻雀 站在敲窗户呢 想进来了 因为房间暖和吗 房间有亮吗 等着这个主人家把窗户打开 让小麻雀进来的时候 麻雀怎么办 反而吓跑了 那个小麻雀不能理会到家主的想法 我打这个比方来说啊 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神的一切事 因为什么 我们毕竟太有限了 我们呢 在神看来 我们是必定熟坏的一个身体啊 当人犯罪以后 当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离开神以后 我们就被罪所控制 所以就变成一个被咒诅的人 一个罪的结果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前面说啊 罪初神造人的时候 是不死的 是不朽坏的 但是因为罪已进入的人以后 人就变成必修坏的 当我们的身体只有改变以后 才能成为不朽坏的 怎么改变呢 那就是当我们和造物的主 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不朽坏的 尽管人呢 不可能目前呢 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理解神的所有的事 但是神给了人的理性 让我们可以推理 可以进一步理解神的救恩 神的救法 认识神的属性 明白神的计划 这些都是借助于圣经所得到的 没有圣经 人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有关神的事 第二点呢 就是神对人的启示了 什么叫启示 我们先解释一下 启示啊 就是让我们踢个形 让我明白一下 就好像啊 这个学生考试 打不上来了 老师给他踢个形 我打这个笔范来说 就这个意思 神的启示 也可以说 就是神的自我揭示 把自己揭示给他所造的人来看 让人能够对神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这就是神 启示的目的 我们说过 由于人有限呢 人的理智也有限 人的头脑有限性 所以神就把他自己启示给人 当神把自己启示给人的时候 只能用人所能理解的方式 并且呢 用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属性和他的作为 人对神的视频 所能理解的 所能接受的程度 是受着自己能力的限制 我再打个比方来说吧 一个没上学的孩子 在幼儿园的孩子 你给他讲数学物理 他好像是对牛弹琴 他不知道是讲什么东西 照样 神对人的启示 也是随着人对他的认识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提高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知道 因此啊 当我们读圣经 查考圣经的时候 开始总觉得 神的做法有点不大合情理嘛 不大合逻辑嘛 或者简直是没道理的事嘛 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神啊 你为什么这么样 神啊 你为什么那么样 当这有一天 我们进到神的面前 和他面对面 回到天家的时候 这所有的事都迎刃而解 不解 自通 就会明白 神所有的作为 就不会再提问题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我们站在角度 站在立场 就不一样 看问题的结果 也就不一样 现在觉得不合情理的事 到那个时候觉得 合情合理 所以在这里 我们必须强调指出 尽管现在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一切关于神的事 但是 并不影响我们重生得救 也不影响神的可信心 和真实性 我再打个比方来说 对小孩来说 哦 是爸爸妈妈生了你 他这么不理解 怎么个生法 我给你看 你看小毛小狗 怎么生出来的 哦 这明白了 大概就这个意思 爸爸妈妈 也就是这么生了你的了 是啊 并不能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不能理解父母 怎么生我们 就否定说 我不是父母生的 这就是一个道理 当我们通过 对有关神的真理的 学习认识 就可以从以上帝的属性 和本质的角度 来看上帝的座位 尽管圣经当中 还存在一些难解的问题 是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 但是我们并不会因为一些 知识的问题 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 和对神的基本的认识 也许啊 随着我们属灵的生命的不断成长 圣灵的感动 慢慢使我们属灵的知识 长大了 那些知识的问题 也就变成不成问题的问题 比如说三从天 这个定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现在不理解 神对人的启示 大致上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啊 就是普遍的启示 一类呢 是特殊的启示 这两方面的启示 都是为了让人认识他 所以这两方面的启示 可以说是神给人的礼物了 首先我们来介绍什么叫做普遍启示 所谓普遍启示啊 就是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启示 神用多种方法和途径 把自己呢 启示给人 让人能够认识他 敬畏他 比如说神借着大自然的奇妙 和很多自然规律 叫人认识他 刚才我们说了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任何一个人呢 有思想理性的人 都会思考 宇宙万物的起源和人 是从哪里来的 我是从哪里来 我在这做什么 我将来要到哪里去 这就是上帝对人的启示 让人通过自己的头脑 思考 得出一些结论 这么浩瀚的宇宙 这么美丽的微观世界 难道是自然形成的吗 他一定有一位创造者 除此之外 神造人的时候 还在人的心里 放上了良心 人有道德意识 有正义感 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和样式被造的 这是神给人的启示 另一个有利的证据 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 同坐见证 所谓是非之心 就是良心 并且呢 他们的思念 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 或以为非 神向人启示自己的 另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人的宗教心 或者叫做宗教性的本能 来认识他 刚才我们说了 人 都有一种寻求上帝的心 无论呢 是在亚马逊和 那个刘豫的那些野人 还是说纽约 华尔街股市的那些 这个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都有宗教心 就是说 人都知道自己是有限 都希望找一位超人的 这么一个依赖者 也就是说 人都在寻找神 实际我们如果翻开 人类的历史啊 人都是在一直围绕着找神 这样一个活动当中 来这个人类的历史发展呢 就是按照这么一条曲线 人呢 愿意找神 人找到神呢 可惜都是假神 找到的假神呢 人当然不满意 我们知道中国人讲 尼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他知道这是假的 但是找到的假神呢 不满意 就自己造神 造出来的神还不满意 干脆就自己当神 所以一个一个的真龙天子 都跑出来了 人要当神 人怎么能当神呢 人如果成了神 那么这个人 还是神 还是人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神创造物质世界当中 只有人才会寻找神 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 这是神造人的时候 所给人的一种特别的本能 你从来没有看见 一些猩猩猴子 很聪明的动物 这个在一起 要他们来敬拜神 没有 因为神造他们的时候 没有给他这个本能和天性 人有宗教性 人才愿意寻找 那位超自然的一个保护者 这个力量来保护自己 依靠这个超然的力量 解决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神的普遍启示 告诉了 神是伟大的神 说明神已经把自己 通过自然规律 启示了给人 至于人类是否愿意 遵循这个客观规律 接受神的存在这件事实 那就是个人的选择 和自由意志的问题了 神从来不强迫人相信他 但是提供足够的证据 让你不相信都不可能 除非人故意不认识神 媚者良心 说没有神 尽管那样也可以 但是人要对自己的选择 负责 第二方面 就是特殊的启示 特殊的启示 这个特殊的启示呢 是神专门给所有的人预备的 不过这个特殊的启示呢 只是存在在 只有甘心情愿追求 认识神的人 才可以真正得着 特殊的启示呢 就是借助圣经赐给人的 圣经是一本贴书啊 只有你愿意看 愿意认识他 愿意接纳他的人 才能接纳 才能看得到 而圣经呢 又是借着神所拣选的人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和运作之下 加上人的情感 并且用人的话语写成的 我们常常有个概念呢 说天书啊 都是人不认识的 是唯有这一本天书 是从神感动那些写书的人 写下来 又感动那些肯读的人 读出来 首先我们看呢 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 借着道成肉身的主 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 完成他的救赎计划 救恩计划 借着他的仆人 使女把福音传遍天下 使人认识到 这位神的属性 和他的位格 解释了人的本质 和罪的起源 以及罪的结局 等等 许多方面 有关属灵的事 在这里 我顺便插一句话 这个简体字 当中没有借着这个借 翻体字当中有个借着 就是通过的意思 这简体字 只有一个借东西的借 其实圣经原来的意思 不是借东西的借 是通过的意思 借着的意思 好 这是题外话 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 人可以借助于神 特别的启示 就是圣经了 和神之间 发生个人的关系 人才懂得了 什么是重生得有 重生这个真理啊 早在解放天 几十年前呢 神的中心仆人 王明道先生 写过一篇文章 讲过几次道 叫重生真意 重生啊 他这解释说 再来一次的意思 好像就地重游 没错 他解释的对 还有一点 我们需要补充的 重生 从圣经原文的意思是 不仅是再生一次 而且是从上边生 那是从天上生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重生的真意 是包含双重的意思 一方面是再生一次 一方面是从上头生 从上头生 这是从天上生 从圣灵 借着圣经真理 把我们生一次 好了 这个重生得救 人也明白自己的存在的目的 和神救恩的计划 神的灵 在他所拣选的 你 我在所有信他人当中 心里的运行工作 为的是 要成就神 救我们的计划 救我们的旨意 所以这个特殊的启示 必须借着基督徒 传讲圣经的真理 是没信的人 才能明白 正像圣经所说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又是从神的话来的 没有传道的 就没有信道的 没有信道的 就没有求告主名的人 所以关乎神的真理 就是针对神普遍的启示 和特殊的启示 所设定一个课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曾经列个简单的示意图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有关神论的一个概然了 关乎信仰的方筹 范畴当中啊 有无神论者 还有多神论者 有一神论者 那么一神论者 又提到 和宇宙的同一 有别和宇宙 也有限的 和无限的 等等等等 那么弟兄姊妹 你可以上咱们的网站呢 去看这个图片 就看得一目了然的 我说一百句 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啊 所以一个图啊 比说一百句话更清楚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做一点小结和归纳 万耿先生 是一位大学教授 他认为啊 神的存在 是虚幻的构想 高级知识分子啊 研究科学的 没有办法用数理化的方法 证明上帝的存在 因此 这是虚构的 因为无法用科学的方法 来证明了神的存在 所以呢 他就一直不相信有神 如果 你向他传福音 你怎么样解释 上帝的存在呢 可能啊 你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叫探索 我们是随便起了个B名啊 探索的意思啊 这个探索呢 相信有个神 他也知道神 非常伟大 人十分渺小 而且告诉别人 他自己是信神的人 甚至愿意向别人解释 神的存在 宇宙的伟大 那么他 是不是就是个基督徒呢 为什么 他可能 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呢 那么你 怎么样 带领他 进到神的家中 成为一个 真正的基督徒呢 第三 你的同事 木道 我们也是用一个B名 木道呢 在看圣经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很多的疑点和问题 比如神究竟在哪里 三层天如何解释 你应该怎么样和他解释呢 我们再说 这位朋友叫木道吧 木道啊 也同意啊 人是有限的 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人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理解神 但是呢 根据不完全的信息 我们不能完全的理解神 怎么能完全相信神呢 我不理解他 我怎么相信呢 很多人不是这么说 我没看见 叫我怎么信呢 我看见了 我不完全理解 我怎么信呢 那那个信 不是盲目的信吗 那你 怎么和他解释这件事 弟兄姊妹 我们提了这些思考题 希望大家能够深思 因为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甚至在我们个人 追求 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 或多或少都会遇见的问题 我们应该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 我们刚才用两张的篇幅已经把这些问题的答案和大家解释了 请大家做一下回顾和问息 第三章 神的属性 如果我们认识一位朋友 总是先从他的外面 外表开始的 长得什么样 多高 戴眼镜 胖瘦 等等 慢慢的深入到里面 先要知道人家的名字 再经过短简短的介绍 交谈 对他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然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知道他的身份 工作 家庭 几个孩子 住在哪儿 等等 进去爱好 通过他的言行 了解到他的内心世界 再经过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甚至共识 了解他的性格 总而言之 对人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 这是一个认识过程 这是正常的现象 照样 我们对神的认识 也是不断的加深 开始的时候 可能听说的福音 而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 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 在读经 祷告 属灵的生活当中 知道了神的一些作为 和神的一些计划 再经过亲身的情历和学习 开始认识神的属性 有的时候啊 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进一步 更加深刻的认识他 这就好像啊 小孩子小的时候啊 在家里玩 在家里吃喝 等慢慢大了 要进幼儿园了 再大了 要进小学了 再大了 要进中学 大学 我们看 在圣经当中 记载 一位 古代的人 叫约伯 圣经 对他评价是这么说 约伯 在那个时代 是一个完全正直的 敬畏神 原地 恶事的人 这么一个好人呢 看上来 却不得好报吗 咱们常常说 好人又好报吗 哎 他不得好报吗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一些灾难呢 临到他了 当时他自己也不理解 这怎么回事啊 他的朋友 来看望他 来安慰他 就认为 你一定是做了很多 不好的事了 所以今天 遭到这么多灾 这是我们常常 一种看法 好人 总得好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但是呢 神让他遇到 这件不幸的事 才让他更深刻的认识神 他才能从封闻有神 到亲自看到的神 我们说啊 神的属性啊 也是神的一个本质 当中的一个表现 神是那一位 我就是我 我是的神 我们前面提到呢 我就是我 我是 没有比神更大的 因此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 常常啊 说话当中说啊 啊 祷告当中 呃 愿上帝 祝福你 这个严格的说起来 是错的 还有比上帝更大的吗 没有 只能说愿上帝 赐福给你啊 这是题外话 啊 我们说神 是 我是的那位神 没有比神更大的 因此 神的属性当中 都是属于 是 的范围 神 就是爱 神 就是 生命 就是 真理 就是 道路 就是 圣洁 就是 公义 就是一切真 山 美的 一个源头 每当神说 我是 的时候 就是在向人 歧视他自己的属性 我们说教会 教会就 是神的殿 就是神的家 就是 主 就是这个意思 每当神说 我是的时候 就是表明神的 一切属性 所代表的意义 神 是绝对的主权 终极的主权 以及权威性的表达 比如说啊 神 派摩西去 回到埃及 见法老 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之前呢 在旷野显现的时候 就是这么 教导他的 当摩西 问神 那那那我去见 呃 以色列的长老 就说神派我来 使神 是叫什么名呢 在处埃及 三章十四节 圣经记载 神对摩西说 我是 只有 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 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 只有 拥有的 打发我 到你们这里来 这个 只有 拥有啊 从英文 圣经翻译当中啊 我们看他原来的意思 就是那一位 我是 我是的 打发我来 圣经当中 常常用这个 来形容 我是你祖 亚伯拉罕的神 伊萨的神 雅各的神 来描述自己 这是表明啊 神和以色列 老祖宗以来的关系 也是神 位格这个表现 也是神 超过时间的表现 既是你祖宗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又是伊萨的神 又是雅各的神 又是你的神 所以 当神 讲到他自己名字的时候 却是用了 我是 这个词 他要告诉以色列人 神 是那个 绝对的权威 没有比神更高的 所以在今天当中啊 有些人呢 有些知识分子啊 所谓的 有知识的人呢 常常说啊 我们教会 没有人保护啊 所以必须找一个保护者 保护我们的教会 言下之意啊 我们信的神呢 连他自己的子民 连他自己的妻子 连他自己同生女 连他自己的身体 都保护不了 那 所以我们要找个 无神论的极权 来保护这位神 弟兄姊妹 这是绝对的错误 我们信的这位神 乃是创造 宇宙万贼主宰 是万王之王 是万族之主 他就是 是 全能的神 是 是公义的神 是 圣洁的神 是 怜悯的主 是 全知 全能 等等 在他那里 都是 是 这一切的属性 都包含在 我是 这个名字当中 这是神 特有的 多一无二的 专用的名词 所以在圣经当中 你要看 这个英文圣经 你就看出 但是这个都是用大些的字母来表示 以色列人 世世代代都信守这个原则 因为世界当中严格禁止人 网用或者随便用我是这个名字 旧约当中 人如果用网用我是这个名字的话 那就会被打死 新约当中 当耶稣告诉犹太人 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那就是用了我是这个名字 因为他的确 是那位我是的神 但是犹太人呢 不认识他 只把耶稣当成一个拿撒勒的木匠 所以你想想 我们站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历史背景 宗教背景 文化背景的角度来想 他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所认识的就是那个拿撒勒的木匠 今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居然用我是这个一个名字 来称呼他自己 又说他是神的儿子 那当然这些人要用石头打死他 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节这样说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 是为你说贱网的话 又为你是个人 反将自己当作神 可见犹太人对耶稣的认识只是一个人 并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 我是这个名字 对于我们学习神学 有关上帝的真理 有关基督的真理 有深远的意义 对这个名字的理解 可以说非常的重要 这个名字向我们揭示了神的各种属性 人认识了神 就与我是发生了生命的关系 人认识了神 就与慈爱 怜悯 公义 圣洁 全能 生命 全知 信实 真理 永恒 等等 接上了头 就和生命的主 发生了个人的关系 当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的时候 就是向门徒 歧视他自己的属性 人认识了耶稣 就找到了进天国的门路 就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真理 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 当耶稣说 我是好牧人 我是阳的门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梁 我是真葡萄树 我是世界上的光 等等等等 用我是来描述自己的时候 就是在用比喻 启示神的属性 所代表的具体意义 以及和我们属灵生命之间的关系 弟兄姊妹 让我们从神的属性的角度 去看耶稣所讲的那些比喻 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比喻 都跟神的某些属性有关系 也让我们更加了解到 神的属性和意义 我们先来看 第一 好牧人 大家都听说 好牧人呢 是羊群的供应者和保护者 这是神 慈爱 怜悯 信实属性的具体表现 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和通俗的比喻 来解释神的属性 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告诉我们 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耶稣又说 羊的门 我是羊的门 这是向门徒启示 神是唯一的属性 要进入羊圈 必须进入羊的门 这是必经之路 凡是从别的地方进羊圈的 都是贼 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和途径 约翰福音十章七到九节 那里说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都是贼 是强盗 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 凡从我进来的 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耶稣又用一个比喻 讲到他自己是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表示什么 生命的粮揭示了神 是生命这一个属性 因为生命要用粮食来维系 相信接受耶稣救恩的人 就得到了生命的粮 就有了永生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的记载 耶稣还说 我是真葡萄树 这是告诉我们 神是生命的供应者 强调了 我是的绝对性和权威性 葡萄树是枝子的唯一供应和依靠 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这个比喻还强调了我们和神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生命联系 神的信实 怜悯 慈爱 良善的属性都蕴藏在这个比喻当中 因为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不能结果的 你有没有试过 你把葡萄树剪下来 摆在花瓶里头 哎 这个叶子也青枝对叶的吗 可能它还继续长下去 但长来长去 它是长不出果子来的 我们继续看呢 圣经在 讲到世上的光 讲它是世上的光 那么 启示神的圣洁 神的神圣 神的公义 神的正义 正义 这些属性 离开它 世上就没有光了 光照在黑暗的世界当中 黑暗却不接受光 因为世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啊 实在是恶的 所以它就拒绝神恩典的光 我们看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圣经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它里头成为全员 直到永生 这是用水来形容 任何生物 都离不了水 不管是动物 还是植物 离了水 就没有办法活 所以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啊 这个外的星球 看看有没有水啊 最近呢 我们发现呢 探索者号 在火星上 发现有水 发现有水的痕迹 有水流的 这个地形 还有血在那里 那就 就是意味着说 在火星方面 可能有生物存在 或者生物存在过了 我打这个比喻 是要说明 所有的生物 不管是动物 还是植物 不管是高等的生物 还是低等的生物的气泡 也好 离了水 是没有办法活的 所以主耶稣 在这个地方 用水来加以形容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只不过是 仅仅举了几个 常见的例子 大家还可以 举一反三的 来进行分析 约伯记 就是神 向人歧视自己的 一个范例 从约伯的 所经历的事情上来看 一个人要学习 忍耐和信心的过程 约伯 是苦难神学的 一个典范 但是在约伯记的背后 却揭示了一个人 认识神 属性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 学习过程 约伯 无疑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 他对神的敬畏之心 令人肃然起敬 但他常常 为自己的儿女献祭 唯恐自己的孩子们犯罪 心中弃掉神 而且呢 他自己是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恶事 从律法的角度上来讲 约伯是个好人 在神眼中看 是一个蒙神所爱的人 甚至呢 神在魔鬼面前 都夸奖约伯 神赐给他儿女满堂 家道丰富 以至于他在东方人当中 成了大户 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 可能还是比较出浅的 他的侍奉 仅仅停留在敬畏神 得到神的赐福 这个层面上面 从约伯后来和朋友的对话当中 看到他有很强的自异感 神决定让约伯经历一场苦难的洗礼 要让他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 对神的认识更加的深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